魏太太 哎老板来十支棒棒糖 不行不行 讨县日志怎么可以呢 就算我替你向孩子请个假 就算可以了 正好今天魏太太在我家里 我有求于他先生 不能不赔得过过夜 就算你替我找我生意了 来来来请请请 请 那那我可就只俩一会儿 好好好 来来请 来来来 好嘞拿好 还找得到人吗 不先就算了 他已经出去半天了 马上就该回来了 来了来了 这位是魏太太 这位是马先生 这位是 我姓田 田小姐也是此中高手 坐吧 来来来来请坐 打多大的 小赌一情 像风性的吧 那谁还陪你玩啊 要玩就玩个真刀真枪 剑血丝的 好 我听魏太太的 美麗 一眼是你的 都是我的 你竟然说我的 还是你的 都是你的 先生 些奶粉啊 都是被ver的 能力 想玩吃不饱 我 儿子 多少吃一口 开店爸爸 给你把金口奶粉过 青衣色一条龙 我糊了 见鬼了 不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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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今晚先到去 还没满八圈呢 几点了 这才八点半 我回去看孩子了 田小姐 还替别人看孩子 大财小用了 你隔天打一场牌 够花吧 田小姐 输家不说停 赢家是不能走的 可是 这钱我不要了行不行啊 你怕我输不起吗 院主就服输 输光了法币 我袋里还有两百美金呢 接着来 再玩一会儿吧 百美金呢 回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快到展乱马 托你带水不值得 你别卸妆了 空军的孙处长来了 他一直在问你呢 我累了 他的飞机是专飞仰光的 法国香水啊 英国毛线什么的 是顺手的事 我真的累了 园园小姐 我给了你面子 你就不给我一个面子吧 等等 老孙古怪 喜欢清纯的 四姐亲手 给你输一个清纯的发型 陶先生 让陶太太来接我行吗 我不会打牌 陶太太 不行 换手如换刀 我输 也输你一个人 接着玩吧 我又胡了 这派太大了 我今天算是遇到客气了 老陶 你好厉害 还藏着这么一位冷血杀手 我交枪了 胡太太 天太晚了 回不去南岸了 不如 咱们一战到天明吧 回不了南岸 我可以开旅馆 你归姓 姓田 是 我记住你了 老陶 下次 必须还有他 好 走 陶先生 胡太太 是不是不太高兴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她是我的财神爷 我们只能输不能赢 可是 她自己的手气太差了 我又给你试眼色 又拦你的牌 你没看见吗 你可帮了倒我忙了 胡太太 天晚了 我送你回去吧 孩子等着急了 钱 不不不 把这钱还给胡太太吧 你那不是骂她吗 她不在乎这几个钱 她要的是这口气 都归你了 拿去吧 谢谢啊 拿去吧 谢谢你了 陶太太 谢谢 你们家 经常有这种牌局吗 你不嫌烦哪 不在家里打 她就会到外面去打 都说劝赌不劝瓢 其实啊 这赌也是劝不得 还不如让她在家里 摆上一桌 输也输得心里敞亮 就是我辛苦点 白天呢忙了一天 到晚上 还得伺候她们那些 胡魂勾友的 魏太太 我不是说你啊 那您回去吧 好 佩芝啊 你这么晚了去哪儿了 就是啊 这么晚了 我怕你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 我去迎迎你 你让什么地方去啊 叫我家属子 慢点慢 我说你要是再不回来 我就上警察局找你去 还没吃饭吧 赶紧吃吧 我不饿 吃点吧 我做的猪油渣炒青菜 原来吃了一个劲子 说香啊 孩子太可怜了 明天给他们买好吃的 我还没发薪水呢 来 我的决筹 我看什么 我好想 我好想 我怎么办 我什么 佩芝 咱们家穷归宠 这不甘不敬的钱 咱们可是不敢要的 魏丹本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别的意思 我是说 你一个女人家又没工作 你从哪儿挣了钱 女人怎么了 就是因为男人没本事 所以女人才要出去 从明天开始 我们家天天吃油大 我还要给弟弟 挖美国奶粉 你还没告诉我 从哪儿来的 我是不是告诉过你 在上学的时候 我哪门功课最好 算数 对 就是算数 她今天帮了我一个大忙 让我把那个傅太太 杀得片甲不留 赢了她好多钱 我想她呀 上学的时候 一定是算数不好 佩芝 你去赌钱了 这块不好看吧 军军 这块布好看吗 好看 好看 好看是好看 可是一千多块的 太贵了 这块布啊 不早就看好了 只是 一直没有闲钱 今天呀 终于让我要没吐气了一把 乖娘儿 我们去成衣店 好不好 给孩子买衣服还要去成衣铺吗 这手工钱都让他们给挣走了 自己在家里坐坐不就行了 你坐还让我坐 你杨妈也可以坐 哪是个相伴老 我可不能啊 让我的女儿变成小相伴老 再说了 不就是几个手工费钱吗 那他们账就让他们账呗 我昨天的战利品还富有名呢 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情 这赌博吧 总不是讲好事情 再说这也不是像我们这种人家能够玩得起的 魏丹丹 你非要守着孩子的面来教训我是不是 不是 我只想奉劝 你怎么见不得我高兴一回呢 嫁给你六年了 我什么时候偷懒话要花过五次钱呢 就算是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也没怎么穷算过 再说了 我花的钱是我自己挣的 你就不能让我偷懒一天吗 哪怕这有一天呢 妈妈 我们还去不去乘衣铺了 去 我们就去乘衣铺 我都要看看呀 我们去了乘衣铺会不会饿死 走 我们去乘衣铺 柔柔赵先生 还有这是 有没有女的 好像没有 你没有漏掉 不会不会 电话一响我就跑来接了 太太小姐起的都晚 现在还不断午饭呢 我怎么就没有留下她的电话 喂 咬员吗 哦 什么事你快说 我正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香烟吗 当然是看涨了 什么 一批走私烟要到重庆 什么时候 几天公布 好 谢了 改天我请客 范老板 诶 不行 来来来 来来来来 不用找了 谢谢范老板 谢谢范老板 不打扰吗 不打扰 怎么样 真好 真气愤 不打扰你吗 哎呀都老朋友了客套什么 对了不讲 正好 我有一笔生意 你要不要做 哎呦 不瞒你老弟说 我来就是想问问你 哪怕从你手指缝里露出点踩起来都够我的了 香烟吗 红细胞 大银盘 红双喜 货真价实 同所无欺 你的意思是 现在啊 这间谍真是无孔不入 我这香烟刚一到 立刻就有七伯格电话追过来 谁不知道 过手就是三成利 可我偏偏就不给他们 我偏偏要留给你这种老实人 多些多些多些 多是太多了 我消化不了啊 我没那么多头寸呢 那你到底有多少 挺多够半箱钱的 我又不是卖零烟的 是啊 啊这样 那你先搬走一下 剩下的钱三天之内给我 三天时间啊 哎最好两天 不然万一跌了价 我可不退货啊 哎别别别别别动 喂 哎 我老范 好 马上到 马上到 你先搬走一下 哎 哎 我瘋得很重 你是不是 你不还是准备了 你觉得你 是不是 真正好 BTS 这样 那眼前 就这头 我可能是 不要 我 女生 出人 你 对 deciding 一 不行 快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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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很哦 像个小公主一样 我们家弟弟也有 你看 哎呀 做做的嘛 好好看哦 好漂亮哦 留着冬天给他带 哎呀 好 太太 你真的发财了呀 这就叫发财呀 只是天上掉了几个馅饼 太太 太太吃肉 公穷人也喝口汤嘛 好不好把工钱给我 都两个月了 杨妈 你也是知道的 我们家魏先生 都已经倾心半年了 抗战时候嘛 大家都一样 我是跟先生比嘛 我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时候拿了壮丁 现在死活都不晓得 还有一个啊 躺在床上 就看我在这儿工钱 给他养活命了 喂太太在家吗 哎呀 是桃先生啊 哎呀 快坐屋里坐屋里坐 哎 杨妈 快点泡茶 太太 你今天买了茶也没吗 哎呀 真不好意思 我今天忘记买茶叶了 那就跑不成茶了 喂太太 哎 你忘记我是做什么生意的了吗 啊 茶叶呀 颠红颠绿 毛尖普尔 我那里是应有尽有 回头 我给你送二姐来 不用的 不用的 那怎么好意思呢 嘿嘿 喂太太 茶叶今儿就不喝了 借一步 说句话啊 啊 好的 胡太太 哦 就是那个 就是她 不打不结实啊 她败在你手里 反正念念不忘了 哎 今天凑巧啊 她那组了个局 让我一定约上你去 她是想报仇吧 我可没有本钱呢 哎 钱是小事 还是赵舅 我跟你垫上 那要是输了呢 你现在是风头正旺 我保你一往无敌 我 我还是不去了 其实 上次要不是 您那儿三缺一 我是不会打牌的 我先生 他不许我打牌 在我以为 田小姐读过高中 是新时代的女性 怎么也居然三从四德 为丈夫之命侍从啊 不是这样的 你 我自己也觉得 打牌 不是什么正经事 哦 田小姐眼睛里 我跟胡太太 都不是正经人了 不是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哎呀 我怎么能和你们两个比呢 涛先生 你可千万别误会我 胡太太也是有意结交嘛 在她那里来来往往的人 都是些有身份的 咱们打场牌是小事 碰巧了 能弄个把机会 听我那人讲 你正在找职业 你正在找职业 哎呀 过江呢 拿着 让老妈妈买点现成啊 不不不 陶先生 这使不得 真的使不得 拿着 拿着 哎 拿着吧 去去去 范老板的香烟都出手了 一点都没有砸到手里 算是险中求胜吧 多少赚了一点点 那应该吃你一杯洗酒了 洗酒嘛 当然是要吃的 但是跟这几香烟没有关系 哦 范老板立有喜事 他不让我说 哈哈哈哈 现在就立下家规了 太太 客人到了 胡太太 性不辱命 杀手请到啊 来 我介绍一下 不用介绍 我认识田小姐 范先生真巧 你也在这儿啊 是啊 你们相熟呀 那算我枉费心机了 胡太太 哎 哎呦 你们人手够了 哎 我不上 我不上啊 哦 陶先生不算 那我们先坐吧 去去去去 你那件事我先生答应了 是这个不是 胡子掌批了 胡子掌批了 太好了 这几箱龙井茶 是人家从日本人的地方 通运出来的 你要发大财了 我知情 我知情 我必有重心 胡太太 那我就失陪了 应该怎么办 你心里有数 有数 不用我嘱咐了吧 天小姐 你好帮忙啊 哎 天小姐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管他呢 咱们先打包就在心吧 陈小姐 坐 妈妈回来了 哎 姐姐 先生回来了 太太走的时候啊 留下了菜鸡 今天我们打牙鸡 吃草猪肝肉 好啊 好啊 太太呢 妈妈出去了 哦 姐姐 那我们等你妈妈回来 一块儿吃 啊 太太做的时候 专门说了的 不要等她 她今天晚上啊 不回来吃晚饭 哼 太太去哪了 哦 我不晓得 这个要问陶先生 陶先生 我又糊了 哎 嗯 明不虚传 明不虚传 果然是女中杀手 啊 这简直是日本派来的 川岛方子嘛 范先生 领教到娘子军的厉害了 好了 咱们先吃饭 吃完饭 再大战十六圈 对对对 咱们好 收复土地 好啊 范先生 您帮我跟胡太太说一声 我就不吃饭了 我要赶紧回家了 钱小姐家住江北 嗯 那就死心塌地的吧 啊 渡船早就没有了 只好明日请早了 明天早上 妈 偶尔夜不归宿 不会天下大乱吧 怕你先生不放心 不会的 她不会不放心的 如果我要是有钱小姐 这么年轻漂亮的太太 那我肯定不放心 范先生 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我哪能跟您的女朋友比啊 可是圆圆说过 当年香淑女子中学选校方 她可是败在你手下的 她什么都跟您说啊 那你要问问我们现在到什么程度 你们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六年前 在逃亡的路上 我们 我们就一见钟情了 各位入座吧 好 来 请吧 陶太太 魏先生 陶先生在家吗 他过江去了 听说有笔生意 怎么了 那我太太呢 那她也过江去了 魏太太也跟着一起去了 我没听说呀 碰 糊了 多亏了天小姐成啊 明知道我糊案子 还不扣住他 那张牌 在我手里没用啊 就算这把牌打黄了 你也不能让他糊呀 四十八番 你赔吧 这点哪够呀 算了 就这些吧 排场如战场 就该按规矩来 我没有本钱了 打牌不带够钱 那你还打什么 光赢不输呀 你上回赢我 我可是现钱交易的 这样吧 田小姐一时不方便 胡太太又法度言明 我借田小姐两房块 看我干什么 又不是我借 接着 不不不 范先生 我不要你的钱 我还是回家吧 你回家三缺一呀 你走了我们三个 这漫漫长夜 怎么度过呀 来 拿着 援兵到了 帮你反办 这家有点抗战的味道啊 不要侮辱抗战 说句玩笑话嘛 是啊 他男士笑话 好了好了 抗战还没见风晓呢 你们又打起内战来了 远远 你还是说说 准备怎么对付这个信犯 随便 四姐的意思是硬碰硬啊 还是黑吃黑呀 我无所谓 软硬 各有利弊 我看你 还是先给他唱一出 江干道书吧 他吃了哑巴亏 未必敢胜张 不过这样一来 你得先避避风头了 不是还有别的办法吗 那就硬杀硬砍 就凭那张照片 真狠狠敲他一笔 敲我不管 但不许用我的照片 哟 不用你的用谁的呀 怕牺牲色相 反正不许用我的 我先胡了 你们血针到底吧 你们血针到底吧 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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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多了 我没醉 我给你喝 真正的西红楼井 是要上市了 是是是 哈哈哈哈 要上市了 我太太了 陶先生 大战 大战 死帮城 大战 是 是你带他去的吧 不 是啊 胡太太 他住在江南海 见鬼了见鬼了 嗯 孙老困了 哎 不行了 比不上你们年轻人呢 我要 高挂免战牌了 哎 那 告辞了 啊 好 慢走 那两位 只能在手下将就一页了 田小姐留下 我也 告辞啊 范先生 真对不起 我今天手机太差 影响到您了 哎呀 胜败乃兵家常事 东战场 西战场 我们丢了那么多地方 江卫园长也没认输啊 啊 最后的胜利才是胜利 我的意思是说 您借给我的那两万块钱 我可能要过几天才还给您 赌桌上欠账 赌桌上还 啊 告辞了 范先生 真是豪爽啊 说不定 他看上你了吗 以前 可没见他这么大方过 不会的 不会的 他是我最要好的女朋友的男朋友 随你说吧 不是困坏啊 把它收拾一下 女朋友点出厕房 好